终于到了年底了 那么新一代的旗舰手机芯片也差不多该问世了吧 今年首先登场的就是联发科的新旗舰天玑9200 昨天刚刚发布 那我们这次也是提前拿到了工程机 我们就来前站一下 明年的安卓旗舰手机会是什么样的性能和功耗表现吧 这次的天玑9200从架构上来看算是一次比较正常的升级 CPU的超大核从X2升级到了ARM新发布的X3 去年的X2上ARM首次移除了32位相关的底层电路 并借此节约了晶体管 简化了设计 今年的X3就是更进一步了 专门针对64位在取纸和解码上做了优化 尤其是前端的分支预测命中率提升了 延迟也降低了 并且解码宽度从5通道增加到6通道 前端加宽的同时 后端整数部分的ALU数量也从4个增加到6个 应该说这次X3看起来改进还是挺大的 按照ARM的说法 X3有11%的IPC提升 性能涨了两位数了 到底能不能让安卓阵营的单核性能赶上苹果的水平呢? 我们待会测一下就知道了 不仅大核上有改进 中核的感知可能还要更明显一点 因为天玑9200的中核从A710换到A715 彻底砍掉了32位兼容性支持 去年的A710受到拖累表现有口皆碑 在浮点方面 尤其是能效上是有点尴尬的 而这次的A715专门就强调了能效改进 由于砍了32位 ARM就可以把A715的解码器做到比A710小4倍的程度 ARM宣称同性能下A725的功耗下降了20%之多 这听着有点刺激 相比之下 它的性能提升就有点微不足道了 ARM说只有5% 不过说实在的 对于现在的安卓阵营来说 能效改进比极限性能更加迫在眉睫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大核中核都砍了32位支持 那天玑9200还能不能跑32位应用呢? 其实是可以跑的 因为ARM也对A510做了一点小升级 现在的小核A510加入了32位的支持 你可以在小核上跑32位应用了 反正32位应用都是一些老顽固了 用小核的垃圾性能逼着它们去适配64位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频率设定上 这一代和之前的天玑9000是完全一样的 大核3.05G 中核2.85G 小核1.8G 缓存的配备也是完全一样 8兆三缓 6兆系统缓存 各个核心配备的二缓也是一样的 不过CPU之外呢 还有一个地方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就是GPU 发哥把天玑9200的GPU升级到了G715 MC11 更换了ARM新的公版GPU架构 同时还比天玑9000多塞了一个核 并且这一代GPU的前缀不叫玛丽了 而是叫Immortalis 它和玛丽的区别在于它支持光追 哈哈 哎呀 这个能跑成啥样咱是不知道啊 但反正它就支持嘛 就图一乐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发哥这一次给天玑9200引入了超高频的内存支持 可以跑到LPDDR5X 8533的内存了 那我们这台工程机就是8533的内存频率 规格相当的豪华 参数看的再多 也不如我们实测一下来的有意义 对吧 那我们这一次也是把能效曲线升级到了2.0版本 几乎所有的数据都重做了一遍 2.0版本的能效曲线 我们不仅会拆机绕开充电IC 直接使用假电池加稳压电源供电 测量出手机主板的真实功耗 还会把采样率从之前的100Hz提升到500Hz 来捕捉更细微的功耗变化 然后我们的功耗自动衰选脚本也做了调整 可以更准确的匹配测试项目 然后我们还会使用新的函数来拟合曲线 使呈现出来的曲线更加准确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手机能效测试这一块 以后一直卷下去 不断地改进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 能效曲线的2.0测试模型 还会加入行业标准SPEC 2017 我们已经基本上把SPEC的整数和浮点项目 包括Fortune的测试都给编译在安卓平台上了 以后就可以更加准确地对比各个处理器的单核性能了 不过SPEC测试跑起来是非常费时的 小核完整跑一轮要花一整天时间 这次的工程机时间有限 我们还是等到零售机上再来测SPEC吧 先来看看其他项目好了 开始测试之前先提醒各位 这次测的是工程机 它的表现不一定和零售机相同 尤其是调度方面 零售机各家的调度都不一样 对吧? 优化好的优化烂的能够差出很远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理性地看待测试结果 工程机就是给你用来前瞻一下的 最终的表现 包括我们天梯榜上的排行还是要看零售机的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测试吧 第一个就是CPU性能 这次的架构变化看起来并不小 那落实到性能上有多少提升呢? 我们先是跑了一下Geekbench 5 天玑9200多核得分 4459分 说实话光看成绩有点一般般 得亏是K50 Pro更新完调校怂了 不然天玑9000的峰值都不值得这点疯了 9200多核提升幅度让人有点失望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 峰值性能并不能说明问题 看能效才是最有用的 所以赶紧 现在就把这种最重要的能效曲线给大家拉出来看看 果然这次ARM降低功耗的方向还是有用的 天玑9200跑到顶的主板功耗 在8.4W左右 比起骁龙8加和天玑9000的机型 性能更高的同时 功耗也更低一点 并且联发科还提供了一档稍低的预设供我们测试 这档预设就正好可以跑到骁龙8加的性能 这个时候的功耗只有不到7.7W了 比起8加平台低了1W多 这样看来天玑9200尽管多核性能没啥提升 但能效确实还是可以的 可惜测不了更低频的预设了 不然我其实非常想看一下 天玑9200和天玑8100比的话 谁的能效会更好一点 感觉这俩应该会挺接近的 除了多核之外 我们也跑了一下单核 大核X3的性能确实也要比多核更有看头一点 安卓阵营的单核如今也总算是突破1400分了 但是如果你跟苹果一比 哎呀 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天玑9200的这颗X3仍然远远没有赶上A14的Firestorm 不过能效上的表现倒是还不错 从单核的能效曲线来看 天玑9200的X3相比另外两个X2有比较明显的进步 总算不是像以前那样应对功耗换性能了 多核性能没啥提升 但是能效有进步 单核X3问顶了安卓阵营 功耗也不错 但是和苹果的性能差距依然很大 天玑9200的CPU表现只能说是意料之中吧 没啥大惊喜 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升级 然而 GPU部分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去年的联发科在天玑9000的GPU上交了一份不错的打卷 打不过高通骁龙8和8PLUS的极限GPU性能 但是比起自家以往 还有像88这种老平台来说都要强不少 并且能效上也是不错的 算是有竞争力的 而今年天玑9200的GPU就不是有竞争力那么简单了 你看 它直接干翻了A16啊 哇靠 牛逼啊 追赶多年之后 安卓阵营终于在GPU性能上超过苹果了 哇 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啊 当然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苹果今年夹高了嘛 不过天玑光是性能取胜还是不够有说服力啊 你跑的那么快 功耗是不是爆炸高呢? 诶 确实也是爆炸高啊 你们看能效曲线 对吧 它峰值都快12瓦了 但是 发哥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频率比较低的档位来测试 这个点的能效就非常不错了 只要3.7W就可以跑到接近A14的GPU性能 综合这两点来看 天玑9200的GPU能效已经比肩A16甚至A15了 嘿嘿 你没有听错啊 搭载了A16的iPhone 14 Pro 受到D5 6400的内存功耗影响 这里甚至出现了GPU负载下能效不如A15机型的情况了 应该说这波安卓阵营算是抓住机会了呀 除了GFXBench之外呢 我们也要测一下3DMark的压力测试 虽然说工程机测GPU持久力的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还是跑了一下Wildlife Extreme的stress test 没想到这台工程机的GPU调教是相当的怂 稳定度也就68.3% 但是好在这个峰值性能足够强 哪怕降完屏之后也依然是要比天玑9000的GPU来得高的 这么强的GPU其实让我很期待高分辨率游戏的表现 不过工程机并没有root 整活的事还是要留到我们后面零售机上再来做 我们先来跑一下正常分辨率下的原神好了 分辨率我们也是数了一下毛 这次倒是没有遇到适配问题 标准的720P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高画质25度WiFi环境的3.2版本 虚弥城跑图测试 当当 这台天玑9200的工程机 这个表现还可以啊 整机5.9W的情况下帧率可以跑到57.3帧 功耗上要比K50Ultra低 而帧率又比K50Pro高了不少 流畅运行的同时 它这个功耗也不算爆炸 如果这种调教能够延续到零售机上的话 确实相比上一代算是一个挺全面的提升了 不过这功耗上面 发歌相比苹果依然是要高很多的 iPhone的CPU能效在这里仍然优势很大 既然功耗不高 自然温度也不会太难看了 这台工程机玩原神的时候 机身正面的最高温度是44.6度 温度控制的还可以 背面由于搂空了 测壳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只能拍到里面的主板 但是有一说一 这工程机的散热和零售机差别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个也就随便看看推了 到时候还是得看上市的机器 那我还想着 降到中画质来跑一下 会不会帧率可以进一步提升呢? 结果并不会啊 这个工程机的调教 就是给你卡在那个差不多江江流畅的点上 帧率的波动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样跑出来的功耗会比较好看 中画质下只有5.4W 比你全程跑满要低很多了 很多比较怂的非游戏手机 长期可能也就这点散热能力 这下如果调得好 应该也能有一个差不多不错的游戏体验了吧 除了原神之外 我们也测了王者荣耀 首先是60帧的低负载游戏功耗测试 就来看一下轻度游戏下谁的能效最好 结果这一项天玑920相当的惊艳 只需2.4W就能跑到王者60帧了 这个表现甚至已经能够和A15 A16相提并论了 真的是够节能啊 希望零售机上也能有这么牛逼的表现吧 想当年我们测A15的时候 王者二眼三瓦对吧 当时什么888、8100那些玩意儿都快奔着四瓦去了 我还在感叹这安卓要多少年才能赶得上呢 实在是想不到 短短一年时间 安卓这边就已经追上来了 王者60帧算是低负载了 那我们也测了一下120帧的高负载 尽管iPhone总是支持了王者荣耀的120帧 但是A15和A16无论如何都保持不到120帧 帧率一直在60和120之间疯狂的波动 我们发现这个似乎和iPhone的Promotion有关 也就是苹果的刷新率调度 并没有正确的适配这个高刷打游戏的场景 它不知道你需要打游戏的时候锁120 所以还是按照日常使用的策略来控制刷新率 这个就有点拉垮了 不知道iOS上有没有能够稳定120的游戏 如果有别家能做到的话 那应该就是王者没适配好了 我觉得现代这个120的王者体验 还不如降回60帧来玩 其他几款安卓机似乎都可以接近120帧来运行 但是功耗上面还是这个天玑9200的工程机 一记绝成 王者荣耀120只有3.4W的功耗 能效非常不错 如果我们用一台王者调度怂一点的8PLUS 比如说像K50 Ultra 那功耗其实也可以降到3.4W的水平 但是帧率上就做不到贴着满帧了 会出现一些波动了 就光是从这次的工程机来看的话 天玑9200的表现确实挺不错的吧 应该说这次天玑9200的评测是越往后越有意思的 一开始我给CPU跑分的时候我就一看 哎呀 才挤这么点点牙膏 真的是没意思 太垃圾了 结果后面测了能效 再测了GPU 最后一测游戏 哇 还是有不少经验到我的地方了 手机芯片这玩意真的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去年苹果的芯片还遥不可及呢 今年安卓这边已经在有一些地方追上甚至反超了 这让我对于明年的各路旗舰机非常期待 没准我也可以考虑换个手机了吗 这个就到时候再看吧 好了 这期天玑9200的工程机前瞻就到这里 觉得不错的话别忘了点个赞 留个言 分享一下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去我们的淘宝店极客湾的店看看各种周边 买点T恤 鼠标店 徽装之类的支持一下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